你有沒有聽過聆聽客戶管理師呢? 你聽過網紅,那你有聽過網紅經紀人嗎? 你知道還有哪些因為時代而生的新興職業嗎?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美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2月14日 由郭茲蓉所撰寫,並刊登在未來商業產業焦點的 2020轉職指南十大新興職業之外 台灣最缺的人才原則是這種 根據104人業銀行的統計 農曆年前已經有將近15萬人啟動轉職計畫 人數創五年來的新高,比去年多出10% 其中資訊軟體一般製造業,零售業為最大宗 5G、AIoT、AI大數據等等 新興科技的出現不論國內外都釋出了許多新的職務類別 以阿里巴巴經濟體為例,去年就誕生了將近100種的新職業 包括AI流行預測師、直播選品師、負能量回收員跟感情工程師等等 回過頭來看台灣的情況,在科技的產業發展下 2019年台灣也出現了哪些新興有趣的職業呢? 第一個,生技或醫療AI資料科學家 近年來台灣出現許多結合生物學的AI資料科學家 除了開發機器、學習演算法之外 也要研究生物資訊,像是DNA、MRNA、蛋白質等等 將AI應用在基因檢測跟癌症的診斷上 台灣醫療器材發展先進 AI醫療的應用、闊級、穿戴式、裝置等電子醫療器材 因此生技或醫療AI資料科學家的職缺 也需要具備生衣或電生理的背景喔 才能應應人體生理訊號資訊、協助頸椎、肩膀、膝蓋等身體復健的需求 第二個,智慧製造工程師 在台積電、鴻海、聯發科等等的大企業 積極投入智慧製造的趨勢之下 這股風潮也逐步催向傳統製造業 包括金屬、精密機械以及鞋、紡織業等等的傳統製造業 他們積極運用創新科系來優化生產流程跟製造 並且引進機器手臂、打造智慧工廠 因此電機、電子、工業工程的背景的直缺興起近四年成長137% 第三個,聆聽客戶管理師 你沒有聽錯就是聆聽客戶管理師 2019年純英網執照通過 像是Livebank 新興金融科技模式將在2020年發揮年與效應 相較於傳統的客服人員、純英網企業量身打造 聆聽客戶管理師、聆聽客服主管等職缺 用心聆聽客戶的回饋與需求 來達到更高標準的服務 充分展現以客為尊的核心精神 第四個,Chapbot 自然語言處理工程師 Chapbot聊天室的興起也開始出現 自然語言處理研發工程師 或是VR對談機器人研發工程師等職缺 他們需要將各國的語言輸入然後轉化到機器中 所以這些需求讓大學念中文、外文系、日文、阿拉伯語文系的人才 有了新的出路 第五個,照護系統整合管理師、教練管家 政府推動長照2.0 讓遠距醫療系統與健康照護系統興起 新興的職缺也應運而生 像是照護系統整合管理師 或者是教練管家等等 除了外籍移工需要長期的基礎照顧之外 老年人也需要結合生理的訊號 醫療診斷的報告才能有效進行復健 因此開始有了護理師、復健師升級自身的能力 從健康照護跨足數位科技 了解居家的電子醫療器材 提供照護指導、執行照顧服務 並追蹤照顧的成效 好的,今年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這一集的每日商業先為大家介紹了五種台灣新興的職業 我們可以看到科技的進步為大家帶來許多跨界的機會 所以成為數位人才這一定是這個時代大家要努力的方向 這樣才不會被AI給淘汰喔 你想要了解另外五種新興有趣的職業是什麼嗎? 那你就別忘了鎖定下一集的每日商業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最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